SB300 我們今天來做 簡易的更換水箱水 第一個 我們車子 讓它冷卻 不要太滾 要不然沒辦法去 打開這個水箱蓋 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有 十字的螺絲幾字 還有 八號 八號的套筒 要開這個水箱的 用的 然後 水箱巾 然後 再一瓶 再一瓶水 清水 現在 第一個 先把這個螺絲 這一個螺絲 打開 這是安全防護的 這是安全防護的 先不要開 我們先開這個 卸水孔 這是 叫簡易的方式 捏一開它就會 它會流的很快 我們打開之後 再來開這裡 水箱蓋再把它打開 到來 那一旁 雖然 我們要進來 流完之後,倒一些清水 讓它循環 把冷卻水流出來 等它變清水了之後,我們再把底下這個泄水孔給縮起來 好嗎? 好嗎? 它有藍色的清潔液 所以我們再倒 讓它把舊的都給流出來 水都清了 讓它流乾 我們再把它鎖回去 好 上行之後 我們加新的冷卻液 4個成沙 1個成沙 3個成沙 2個成沙 3個成沙 1個成沙 冷卻一看,差不多滿了 我們現在去把附水箱填滿 把附水箱打開 用套筒 因為這裡被保險桿擋到 沒辦法,我們又開口 打開之後,再把這個 用10號套筒 也不用拆了 把水加上去就好 還有一個錶線在這裡 不要超出錶線就好了 再把它蓋回去 現在發動 把水位去循環 我們再加 順便讓它排出空氣 擠泡泡 它裡面有空氣 讓它運轉個3到5分鐘 好 裡面要泡泡再出來 那裡面有空氣 大家等一下再循環 它現在開始循環 有沒有 比較熱了 冒煙了 它就會把那個 那個空氣排出來 才會冒空氣 我們等一下等那個風扇開始轉 就可以把它關掉再補水 再補冷卻水 補完就OK了 滾了 那個風扇開始轉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吸火 然後我們再補 補滿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然後 再啟一下 我明天再檢查一下 那就OK 然後這個再把它鎖起來 然後這個再把它鎖起來 清水沖一下 OK OK 這我們到達我們的那個 一杯水的水箱 上鍵就夠了 然後再把蓋子鎖回去 所以我們再補水 一杯水 然後再補水 補水 再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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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今天更換水箱 就倒工告成 就這樣 簡易的 你只要一年換一次就可以了 你只要一年換水箱